Hello大家好,我是巴主 最近我们一直在聊上海 今天影片的开始 我们先聊一下 中国的东北发生了些什么事情 有一位东北辽宁的当地主播 叫做朱霞 他在休假的期间 用了自媒体开了直播 讲了一些话 讲了什么话呢 带大家来看一下 黄古区的朋友 你们听侠一句说 现在黄古区的情况不容乐管 你别看现在报出来都是和平区的 所以你们答应我 你们答应我 出去的时候一定加小心 黄古区的情况 你别看今天报的 一个是余虹 其一个是和平 但是我告诉你 黄古区其实 你们一定要多加小心 明白吗 你们听我的 我不能说为什么 也不能说原因和理由 你们就听我的就完了 大家应该不难猜到 这位主播的下场 对吧 他被电视台乘处停止 自媒体的账号也被封号了 我真的觉得超搞笑的 这个时候我们去问小粉 请问错的是这位主播呢 还是中国政府 那中国的媒体是党媒信党 所以你说是谁的错呢 你咋不看看美国爸爸 美国那个警察也可以随便弄开枪的 你怎么不去看这个台湾省啊 这个有人名在网路上弄三字经骂蔡英文啊 或者是骂关于一些人身攻击的话 还不是被请去喝茶 还被这个罚款 台湾跟美国有啥言论自由啊 咱们中国还好些 有所谓的中国特赦民主 你们啥都不是啊 要是大伙们都违背了党的领导 说出所谓的真相 那这个社会就会乱 乱了中国就四分五裂了 就会被日本帝国还有美帝啊 亡国啦 总之啊你问我是这位主播的错呢 还是咱们中国伟大的党的错呢 我只能回答你啊 台湾就是穷 台湾就是破 这大概就是小粉会讲类似的一些言论跟逻辑方式啦 反正重点就是没有再回答我们这个问题上 然后呢继续转移话题 这个时候很多人没有经验去怼小粉红的 或者是就事论事的人啊 就会被小粉红牵着鼻子走 诶你说什么台湾又穷又破啊 我跟你比台湾的人居呢 跟你比怎么样怎么样 诶这个时候你就成功的被小粉红带偏了 不讨论原本的那个话题上 而去讨论这些网路上都查得到的数据的事情 然后你又要浪费这个口舌跟他吵 然后吵完他又要跟你吵下一个 所以啊大家不要被小粉红成功的转移话题 接下来带大家来看两条都是在东北吉林的影片啊 二十八号来的 我们是吉田区三公园 充满身体三公园的转 能用于使用银材银材 三公园时代的门论 丁四个银材 丁六个银材银材银材 百岸三公园的身体 等于四个银材银材银材 请问你们小粉红可以告诉我 为什么在微信上骂政府 或者是说出一些不满意的话 就会被请去喝茶 可以告诉我为什么吗 这个陈坚士 你还不赶快使出你的辟邪剑法 我们接下来看这条影片啊 是东北的志愿者 在呛这个当地的这个人大代表 呛的好 但是你事后会被怎么样的一个处理 我相信这个大家应该是 可想而知了 看一下吧 我是长城市人大代表 你刚才这个行为 我是给你们拿过去做不留钱 你跟我说那个 你刚才嗷嗷骂我 是不是让我走了吧 我不是不让你小车走 你不是不让我走 你刚才你 我是让我们人不让出物件 你不用叫 你叫刘洋 我叫刘洋 对 蓝田救援队 对 蓝田救援队的 好了 村里发了之后 好几个领导给我发银机 没事 跟我咋个事 没事 我无所谓 我别告诉你们省委办公厅 全我都发了 来吧 没事 没事 没关系 都解决了 你们领导来 都解决了 我不知道 我任何领导没见到 大家还记得 我以前就一直在强调一个观念 就是小粉红为什么爱戴共产党 他明明知道共产党是一个极权独裁的政府 为什么他还要支持 因为他想着 有一天自己也可以变成共产党的利益集团的一份子 哪怕不是核心的成员 只是周边有分到一块小饼 一块屑屑的 他也要努力的支持共产党 因为那一点点屑屑就够了 他拿去压榨其他的韭菜 去欺负其他的中国百姓 就算他曾经在往这条的道路上 被人家欺负了 被党员欺压了 他无所谓 他忍气吞声 因为他得到这些权力之后 他可以报复 我以前怎么被对待啦 我现在有这些权力 我也要去对待那些韭菜 所以我们常常可以看到什么 中国的城管在欺压百姓 那这些影片在外网上屡见不鞜 接下来带大家来看这两支影片 大家就明白我说什么 是你吧 谁叫 说什么事 你们今天在网上发布的什么东西 不是我没发布的 如果网上没发布 谁叫允议了 谁叫允议谁啊 你就说什么事 允议是谁协会的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谁啊 我不知道谁啊 你不知道谁是吧 对啊 好 那我们就找房东来找 你好 好 可以 可以你们找房东 先在住几个呢 就是看一下 喂 哎 住几个呢 哎 你要是敢进来我马上就报警 你报你报你报 你不要 你报 不要冲动不要冲动 不要冲动不要冲动 两斤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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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斤 哪有四斤 三斤 你们是哪里的你们善宠民宅 你善宠民宅 我们是自认者 哪个自认者哪里的自认者 你归信 你们今天在网上说的什么 在古著人家 没有在网上说的 没错 没有啊 没有网上 我没有 谁又没有 谁又没有在网上说 我看一下这个是谁 这个是谁 这个态度吗 我是志愿者 我知道你是志愿者 我不是 没有人让你做志愿者 你就是这个态度是吗 180啊 我有义务给你服务吗 我跟你说 你没有为我 啊 没有人让你服务呀 你就是这个态度吗 没有 我就这个态度 怎么了 啊 怎么了 好吧 我跟你说 我跟他赶了 能为上我轻门银 不是 你为什么要拍门 为什么要拼命拍门 你会敲门吗 那你们家的我不发了 好吧 你自己下去拿 你这个人就这个素质 你这个人就这个素质 你们家驾驭出来的小孩 就是也是 刚刚各位看到的那两条影片 他们就只是挂着这个志愿者 有那么一点点 比起这个没有志愿者的百姓 多一点点那份荣耀 可以拿这个鸡毛当令箭 对别人以止气使 是这样讲吗 因为习近平好像也是这样讲 因为其实讲真的 大家都是明白人 大家都被这个社会催敞过 被这个社会洗底过 也看了很多都知道 中国是个人治社会 并不是法治社会 不然你现在马上去实践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里面 赋予你的上街游行抗议这条权利 如果不能履行的话 你不要跟我说是法治社会 所以我们也常常看到 中国的政府官员 就是在自己带头违法了 比如说我刚刚举例的 中国人民有权力上街游行 监督共产党去批判共产党 去骂共产党 那实际上是这样子嘛 相信明白人应该是明白啊 所以下面的小粉红看到 哦上面可以这样乱搞啊 诶有这样的权利啊 我有一天也可以变成这样 哪怕只是分到一杯羹啊 诶我也要追求这样的权利 所以我要向爱戴他 就是这样啊 所以追求相对公平 脑袋正常的中国人 他们这个时候就有苦难言啊 放任小粉红的言论啊 代表整个中国 整体的中国 但是他们心里比谁都清楚啦 我们再看回来上海 前几天清浦的某小区啊 有人不愿意做检测 结果被大白啊 这个大白就是所谓的政府的人员 因为穿的全身白 所以叫大白嘛 这个大白啊 把拒绝检测的人啊 从29楼 把他自由落体 让他玩这个高空弹跳 只是没有绑绳子而已 但时间久了 现在就传出各种各种的版本 有人说他是因为这个私人原因啊 去玩这个高空弹跳啊 被人家骂 然后不高兴啊 自己去玩高空弹跳 忘记版绳索而已啊 诸如此类的这些留言啊 不管如何 我相信贵国的这个上海辟谣平台 最后一定是以 非大白所为 作为这个结论 接下来看的这几条影片啊 也是中国特色的常规操作 解决提出问题的人 倒行逆施 颠倒黑白 这是中共最会做的事情嘛 把这些人扣上这个山东罪的帽子 你政府做的那么好 谁要去山洞啊 我们来看一下这条影片 先回去 我们会告诉你的 我们已经比你们更努力的 积极地协调这个物资 主任当着我的面 书记当着我的面 已经跟人家庞台子了 好吧 业委会的人告诉我们 不要说这个那个 先回到自己的家里去 你们找的代表出来 不能代表我们 我是警察 我现在偿换你 你不要混头大脑 我告诉你 往前走 跟我走 偿换有两种 一个是可能 一个是强制 回去 好吧 居民 回到自己家里去 好吧 你有知情 你有想法 你可以来 没问题 打电话 电话都可以 你叫他们来 嚇动别人了 你不应该 我前走 我现在公安机关 常会你 什么物资不物资 跟我走 没解决问题了 你跟我讲 我前走 我现在来 看完这个影片 我只能说上海的这个居民 恶意上缓 恶意维权 恶意投诉 恶意空腹 中国政府 善意扣帽 善意拘留 善意断了 这条组合拳打得太漂亮 背后的原因令人暖心 我觉得很好笑 如果你不让他们肚子饿 让他们没有食物 他们为何要出来 所谓的 煽动 或者是让大家一起来这个 不就是因为他们肚子饿吗 所以你觉得肚子饿 饿死这个跟 去外面的风险 你觉得哪个比较大 你宁愿饿死在家 你也不愿意出去冒这个险 而且这个风险多低啊 一%都不到 饿死这个风险 一定是高于这个一% 因为你不知道 物资什么时候会送来 送到你手上是多少 你不知道 所以你要去争取 你要去征求 中国政府真是很棒 我只能这样讲 好啦 最后只能祝福贵党跟小粉 加速倒车 好吗 继续爱党爱果 那今天影片到这里就结束 喜欢记得订阅 我不喜欢记得 一定要不好封锁 189下期见啦 掰